你 请问一下 陈佳岚今天来上班了吗 陈佳岚 哦 陈佳岚 你说的是沐老师的女朋友吧 沐老师 沐老师在那儿呢 你自己问他吧 好吧 谢谢啊 谢谢 什么事啊 陈史明 陈史明老师女朋友吗 何正宇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你找我有事 当然不是 我来找陈佳岚 你来这儿找他 不然 现在正好也是上班点 以后没什么事不要过来了 我还有时间走了 佳岚还在等我 等你 二年的佳岚 给沐世民好了 哦 陈佳岚 你说的是沐老师的女朋友吧 以后没什么事不要过来了 我还有时间走了 佳岚还在等我 这样我还怎么交男朋友啊 交男朋友 昨天是沐老师 他胃病犯了 不能见死不救吧 你喜欢沐什么 我只把沐老师当成我的前辈 再来啊 再来啊 阿大 我还没人家 在用这个小的时候 我还没人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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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天 我还没人家 在哪里 我还没人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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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才回来 我刚才在处理一个新闻 有一个女生要跳楼 因为美容贷款的事情 然后我们处理了好久 她才想明白 我也要问你 你对我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是喜欢我还是 你干嘛呀 你还没回答我问题呢 我刚才在那儿 那不是最好我回答吗 我要你亲口告诉我 你 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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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小岚 今天早上的事 去了你去的那个公司 我说我不想被剧头飞来的人生 好吧 那我不说了 既然你去都去了 那我还是听一听吧 你见到我了吗 我过得怎么样 二零二十年你是穆世民的女朋友 过得还会很滋润 我和穆老师 怎么可能是你搞错了吧 我只把穆老师当成我的前辈和一个偶像 我们两个一点男女之情都没有 我怎么可能四个月之后是他女朋友啊 再说了只是过了四个月又不是四十年 穆世民本来就是你学生时代的偶像 工作之后又是同事关系 而且他现在甚至毫无保留地指导你 天时地利人和他全占了 如果他向你表白 你会拒绝了 嗯 你分析的还是挺有道理的 张家兰 这是你自己分析的 再说了 我不是已经认识你了吗 我已经成为你的室友了 我们刚刚 总之 根据蝴蝶效应来看 未来肯定不是你今天见到的样子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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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